港鐵在多個架空和地面月台加裝半身閘門 港鐵就說工程比安裝地下月台木門更難 坐港鐵有時都有危機埋伏 差錯了地塊露軌 撕到腰、手、石頭 乘客意外墮鬼事故每年都有十幾二十宗 港鐵08年決定在八個站的月台加裝自動閘門 幸花村站率先裝上 月台有弧度也有不平 每隻門的大小都要有些不同去遷就 再在現場慢慢調校 幾個毫米的偏差 月台幕門就可能困得不好 困得不好的時候可能就不會長得不齊 那個信號給司機給我們的系統說 門尾關 車不能開 閘門只有半身 在八個港鐵月台安裝閘門 工程費用大約是三億 當中有一半是由乘客支付的 現在大家坐的部分港鐵路線 用八達通付錢是正在付額外的一毫 就是用來支付這些閘門的費用 有彎位的那些你就再慢慢研究 其他直一點的那些譬如沙田大埔區 粉嶺上水 你其實可以盡快用月台的閘門 人類都去了月球 你這些月台幕門伸縮版 竟然幾年都說研究不到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已經要求政府在一月匯報進度 無線電視記者郭榮家報道